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25日 星期五 早上大家相信有聽過Johnny的節目 分析烏克蘭的戰況 我們也要跟大家說一下 不同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我們應該用一個大陸的角度去看看烏克蘭這件戰爭 俄羅斯的普京 其實是冒著天下之大不位 直接就 攻擊 烏克蘭 是一個 主權國家可以說是 戰後最大規模的 別國侵略 當然這個跟當年的伊拉克 其實也很相似 伊拉克的侵略科威特一樣 現在的美國 雖然大家都批評他 不動手 但是 現在的美國 歐盟也好 英國也好 其實他們 是真的想看定一點的 我的分析是這個原因 原因呢 始終俄羅斯是一個擁合國 你跟當年的伊拉克 擁合國其實對於左膠來說 他們很怕 這些左膠 從來都是欺善怕惡 他們 會欺負一些老實人 又或者欺負一些正直的人 例如特朗普 但是 他們就會很怕一些獨裁者 尤其是 這些 不顧任何的後果 不惜任何手段的獨裁者 我們看到 烏克蘭的總統澤連斯基 在Twitter上向世界各國的領袖求救 其實也看到是一個很可悲的現象 看完 昨天的新聞 大家的心裏也很不舒服 在香港的朋友 在全世界的朋友 聽我們的朋友 我想你們也有一個同感 就是 俄羅斯可以動手 中共是不是也會對台灣動手呢 這是我們另一節分析 這節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中國人 在烏克蘭的問題 烏克蘭的中國大使館 星期五 今早凌晨表示 鑑於目前國內的形勢急速變化 在烏克蘭的公民 以及中資企業 處於較高的安全風險 為了準備分批包機接翻的有關事而開始人員登記 大使館說 這個包機根據自願原則 派包機出去的時間根據飛行安全的情況 而確定 屆時會提前通知大家 大使館呼籲 請目標完整仔細填寫表格 登記時間截至當地時間的下午 星期日27日 晚上12點 登記人員需持有中國護照或旅行證 包括 香港特區護照 澳門特區護照 台胞證 無護照人員需持有國內身份證 後眾安排請第一時間關注 使館發佈的消息 中共治管現在也知道的問題是 嚴重性 為甚麼 因為 中共 是全力支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這個主權國家的 你的公民 你 甚至乎是一個黃面孔 除了是香港人之外 我想在烏克蘭 所有的中國人都有機會成為 攻擊目標 因為 你 就是敵國的支持者 你 其實 是他們的公敵 所以 其實 在烏克蘭的 華人 是一個很危險的境地 當然我們好像也有香港人在那裏 其實也很危險 我們詳細跟大家分析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計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現在大陸的駐屋市館竟然 就是為了大家的安全 如果所有的 公民要駕長途車 或者要出門的話 不妨 在你們的車身 展示中國的國旗 當然 這是十分之危險的 烏克蘭事館不僅如此 他們還提醒 烏克蘭的中國公民和中資企業 由於社會的混亂失控 其實我們就這樣看直播 沒有甚麼混亂失控 很多人要逃離烏克蘭 中國人 尤其是你說普通話 烏克蘭有一段時間 長期支援香港的抗爭 所以 他們 有部分人懂得分別你是香港人 或者是廣東話的 不過 而為免央及辭愈 大家都盡量少一點 出入 出現在這個公眾的視線 但是 中共領事館好像靠孩一樣 他呼籲 如果開長途車的時候 沿途是不是可以加油 防止加油站關閉 導致沒有辦法繼續前行 他在車身明顯處 接上中國國旗 這個橋段 就像戰狼2 吳京 用手穿著一個國旗 就以為人家不會打中國國旗 但是你不要忘記 你 是支持俄羅斯侵略 人家的國家的 你在這個國家 如果你這樣說 你們是敵人來的 俄羅斯 你們是 假定你可能是俄羅斯的臥底也未停 如果現在兩個交戰 其實就應該將你們 所有的華人 包括中國使館 和俄國使館 扣留他們的人員 當然俄國已經撤走了 要打仗 但中國還沒有 我認為 烏克蘭 是需要將中國使館 人員和所有的 中國人 扣押的 當然香港人希望你們看一面 因為香港人 其實是站在你們烏克蘭人 我們知道那麼多年以來 香港人都視烏克蘭為了抗爭成功例子 不過是 當年的烏克蘭為甚麼會革命成功呢 原因 就是烏克蘭的軍隊會叛變 而香港的軍隊是不會叛變的 因為他們身高良準 而且他們是被人洗腦 他們沒有民族意識的香港 他們只有被中共的大一統思維去洗腦 所以 他們是不會叛變 更加 毫不猶然地鎮壓香港人 所以烏克蘭的處境跟我們不同 這次我們也看到烏克蘭人是上下一心去抗敵 雖然俄國 散發了很多假消息 又說已經徹底摧毀了他們的空防 剛剛網友向我們報告 現在的美軍 加油機 還在烏克蘭西部有三架加油機 是在幫助 烏克蘭的軍機加油 即是說 烏克蘭的戰機 是未完全被消滅的 這是 可喜可賀 我們看到 在美國的烏克蘭大使 他也開了記者招待會 向大家說明烏克蘭的軍隊奮勇抗戰 他們已經擊落了一批烏克蘭的直升機 而且戰機也擊落了七架 然後坦克車 裝甲車 裝甲車已經打下了130架 而且也有一個牌子 向烏克蘭投降 被敷的俄軍說 他們不知道被派往烏克蘭是要屠殺烏克蘭人民的 最終是投降 他們也是愛好和平的 他們也不想這樣做 我們這次要分析 其實中共很吃虧 他已經被普京放了上台 接下來烏克蘭會不會有一個大的排華潮 又或者 會有烏克蘭人 去向華人施集 我們也不知道 如果會的話就真的不幸運了 因為 你們 其實 在人家的眼中 你們就是一群侵略者 一群幫兇 大家也有看精武門的 大家也有看精武門的 魏平奧就是打完李小龍之後 說 說人家沒有了道 又要侮辱了李小龍 最終他沒有事 沒有被人打到 但是你想想 如果魏平奧一個人出現在精武館 會怎樣呢 當然會被人溶掉了 你們中國人 現在 在烏克蘭的處境 就好像一個人在魏平奧 在精武館裏面一樣的危險 隨時會被人溶掉 我們看到中共現在的處境 其實也十分尷尬 他是 背書幫俄羅斯撞膽 在後面 用金錢support 即使俄羅斯現在面對全世界的經濟制裁也好 尤其是制裁 主要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 但是有中共的輸血 而中共這次就做了傻子 向你俄羅斯輸血 撞了你膽子 但是 接下來全世界的目光 除了注視俄羅斯之外 一定是 會注視你中共 因為你就是最大的supporter 你就是一個 極權 一個侵略者的supporter 跟資助恐怖分子 是沒有分別的 現在 中共的問題 就是中共裏面有兩派人 甚至分裂了不止兩派人 究竟 俄羅斯這次的局面 中共是不是應該陷入呢 是不是把自己置於一個如此危險的境地呢 這件事 我覺得肯定不是的 習近平可不可以決定 一個人可以決定去打台灣呢 如果習近平是普京 就可以了 問題是習近平 不是普京 這節我們會另外開始講關於打台灣的問題 現在我們說一下中國 對於烏克蘭的局勢 其實 俄羅斯要發展 大一統 重拾當年蘇聯的光輝 他們 是會怎麼做呢 現在 第一步就要認識烏克蘭 之後 有機會 現在外面的坊間 又要吞併 波羅的海三國 然後又要搞波蘭之外 像蘇聯一樣 進一步 控制 說真的 那些 格魯吉亞是不是要重新拿過格魯吉亞呢 這件事 也很難說 你再來 很難說 俄羅斯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呢 我們看到烏克蘭 其實也是一個 上下一心的 即使 在打仗之前 有人說俄羅斯會發佈假消息 例如 他們會發佈 俄國已經是將領大規模投降 他們舉手了 他們被我們摧毀了 要徹底把烏克蘭人 那種反抗意識消滅 好像香港一樣 讓你徹底不反抗 你沒有機會了 你已經輸了 但是 香港人也沒有辦法 香港人只能夠暗中 做事 是不會 表面上我們沒有出來示威 但是 實際上 你有機會就出來 現在的烏克蘭 跟香港人更加不同 他比我們強悍很多 因為他有 重軍 有打開仗 他跟俄羅斯其實打了八年 頓涅茨克 盧金斯克 其實那裏的戰鬥沒有停止過 打了八年 大家知道嗎 那裏是從來沒有停止過戰爭的 只是局部的地區的武裝衝突 一直沒有停止過的 所以 烏克蘭人現在 我們看到一些老太太 七十幾八十歲 都拿起一支 他們也要上前線 最重要 就是 資訊渠道 不可以讓俄羅斯的假消息去蒙滅 否則 抵抗決心就會崩潰 當烏克蘭頂不下去 反過來頂不下去 就是俄羅斯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俄羅斯的勞布 瘋狂地貶值 而且俄羅斯在莫斯科的人民 也很害怕 周圍 將他們的 勞布兌換成美元 然後搶購黃金 而且 俄羅斯的股市一度大跌40% 是不斷拋售他們手上的股票 因為 看不好這個國家 他們覺得這個國家遲早玩完 其實烏克蘭如果堅持下去 對於俄羅斯來說 隨時他更糟糕 不過 大陸來說也有一個問題 我們一會分析台灣的問題 這一節只是說他在中亞或者歐洲方面 你已經是擺明 做了一個幫兇 而你 你是有做幫兇 又做駕倆 接下來如果烏克蘭頂得下去 歐洲 就有機會出現反撲 真的 現在其實真的要靠烏克蘭人 因為全世界的政治家都是自私的 都是為了本國的利益 他不會貿貿然出兵 因為現在未去到一個人道災難 又或者 未去到一個 決定勝負 如果勝負已分 他們也不能出兵 但是如果烏克蘭可以撐下去 其實 外國出兵的誘因就越來越大 因為你有望打贏 是不是 當然 其實俄羅斯的軍備是很差的 他們的 軍備只能撼烏克蘭 或者撼格魯吉亞 或者對付車神就卻卻有餘 但是如果面對西歐的軍隊 面對英軍 法軍 或者美軍 根本就沒得打 人家先罪他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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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由於他有核武關係 大家也是怕這件事 現在 其實 在外國出兵 尤其是英國 法國 美國這些國家要出兵 最怕俄國人就用核子的鵝炸 威脅要使用核武 他們這班左膠就害怕了 腳軟了 賴尿了 現在問題就是 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得抹 現在一定要靠烏克蘭人 頂住 當你跟他 堅決 對抗到一段時間的話 反而有機會拖垮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現在的人民 當然有很多人很反戰 我們看到 全國俄羅斯有很多地方有反戰的示威遊行 原來已經拘捕了1,700人 俄國政府已經拘捕了1,700人 然後還有大量的俄羅斯人拋售俄羅斯的路報 以及俄國的股票 根本 他們的國家受不了 現在 其實要對付俄羅斯不是沒有辦法 不過拜登一上台 就令到俄羅斯有恥無恐 原因就是油價 是助長了他們 油價升至100美元 令到他們這幾年 不斷在 在石油天然氣上賺了很多很多的錢 這個就是以往 當時奧巴馬做得最好就是把油價 賺到三十多元 令到俄羅斯 基本上 在很短時間內就會崩潰經濟 造成很大的危機 當然現在俄國經濟也不好 其實國家財政也很窮 雖然 石油天然氣 賺了很多錢 但是你面對國家那麼多開支 他們有沒有其他生意 是很嚴重的 我們也希望烏克蘭人民 頂住 如果頂到一個月 反而崩潰的會是俄國 不是烏克蘭 而中國 當然是會陪葬 因為 他這次 是站錯邊 現在俄羅斯 可以貿然向一個主權國家出兵 一定是使得 大部分的國家 尤其是 德國 法國 這些左膠 更加 會投向美國懷抱 而是更加怕俄羅斯 其他東歐國家 羅馬尼亞 波蘭 波羅的海三國 肯定是更加 要抱著北約的 接下來 不僅要抱著北約 他們會更加看清楚後面的中共也是幫兇 所以 中共 可以說這次是 這場仗的最大 除了 烏克蘭之外 他們是最大輸家 因為 他們已經失去了歐洲 美國 未來的任何 給他們的翻身機會 肯定將來 美國和歐洲 聯合 打擊俄羅斯主義 中共 一定是 最終要消滅的目標 所以 我們也可以覺得這次 烏克蘭人 是要犧牲自己 但是 他們的犧牲 可能 是會救回全世界的美敵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所以